女孩刚出生就被割掉舌头扎拢耳朵 然而这只是她命运的开始 等她年满16岁 还会遭受各种惨无人道的行刑 那就是活生生的剥掉她的皮 因为只有活人的皮才有足够的韧性 不仅如此 他们还用人骨座天玄法器用来祭祀 解放前的藏民生活黑暗程度 远超尼的想象 在解放前 农奴制盛行的西藏一直流传着这么一个宗教仪式 那就是用16岁女孩的后背皮肤制作成人皮骨 在那个愚昧的旧年代 整个西藏的土地都归于寺庙和贵族 简单来讲就是 旧西藏在达拉喇摩摩的掌控下 那里有超过96%的人 从她生下来的那刻起 就是地位地下的农奴 然而在那儿 农奴只是不会说话的牲口 他们没有生产资源 生产工具 想要生存就向贵族乞讨 想要活着的农奴 必须要承担着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 他们日以继夜的工作 常年吃不饱穿不暖 面对苦意的折磨 农奴们骨瘦如柴 且寿命不长 另外贵族们认为孩童纯真 少女美丽 哑巴不会说无言会语 他们被视作天然 极度适合的活线剂材料 达拉喇摩们认为 用美少女皮制成的骨 能连接阴阳 甚至还能超脱轮回 是祭祀神明的最佳法器 他们为找到纯洁且干净的人体 会走遍西藏 所有贫穷卑微的农奴家庭 从那些刚会走路 和墙堡中的婴儿中 寻找出一些面容清秀 长相交好的女孩 但最荒谬的是 孩童的父母 明知宝宝有去无回 也不反抗 因为他们在宗教的长期洗脑下认为 女儿被制成天玄法器人皮股 是件光宗药祖的事 接下来 喇摩们会将女孩带回寺庙中 他们会先寻找龙牙女孩 但若是正常人的话 则会将女孩的舌头割下 然后再将耳朵扎拢 可这一切 只是为了让女孩彻底与外界隔绝 在接下来的日子中 喇摩为了让女孩的皮肤 变得更细腻光泽 会在她的洗澡水中 放住特殊的药水 直到女孩长到16岁后 再选择一个黄道吉日 进行献祭仪式 而后就使宗教人员 用烟土将女孩迷晕 然后用事前准备好的水银 一点点灌进她的全身 因为只有这样 肉体才能和后背皮肤分离 整个过程惨无人道 痛苦更是难以想象 活人祭祀 以变态艺术品引以为傲 西藏解放前究竟有多黑暗 达玛如法古 是用人骨制作的法器 传说其骨声 可以连接生死 超头轮回 视频中播放的是 用人头骨制成的 嘎巴拉腕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浓重图案的演示下 完全看不出 这竟是由人的头盖骨 制作而成的 嘎巴拉腕翻译过来就是 骷髅 嘎布拉 象征大悲空性 在藏传佛教的灌顶仪式中 嘎巴拉腕内 会装满自尿红酒和面饼 被视作 被作为祭品 祭祀给神灵 红酒代表了心境 面饼则代表心肉 还有一种被称为 刚当的腿骨号角 其用才是将 膝盖以下的人腿骨 制成乐器 相传 刚铃吹出来的声音 尖锐而凄美 当地僧人 常常用这种声音 取约神灵 据经文记载 人的左大腿骨 是做腿骨号最好的材料 但这些都只是开始 接下来等待他们的 将会是更痛苦的折磨 当人们站在 雄伟的布达拉宫面前 感叹信仰的伟大时 殊不知 在他的正下方 有一座非常不弃而拉 雪监狱 在西藏制里 有这么一句话 大昭北有黑房树间 所谓的黑房 说的就是这座监狱 牢狱中的环境 昏暗潮湿 外面明媚的阳光 只能从小天窗照进来 被关进去的犯人 常常被冻得瑟瑟发抖 有很多人 不知道自己 为何会被抓进去 在雪监狱中 还有这样一间 特殊的地方 名为蝎子洞 里面关押的 都是重刑犯 他们进来后 会被佩戴上 沉重的脚铐 还会戴上一种 足足有十几斤 重的时貌刑剧 五人十腿 同时被夹在 同一根粗壮的树竿上 使重刑犯 无法站立行走 躺下去不能翻身 总而言之 就是怎么难受怎么来 另外这座监狱 还是审判和刑刑的场所 交不起人头 睡着农民 会被绑在偷马上 偷马的肚子会点上 随着温度越来越高 偷马被烧红 犯人也就被残忍地烧死 旁边的狱卒也不会闲着 他正在用力地挤压 男人的胸腹四肢 在巨大的挤压感下 男人的眼球将会直接突出 经验丰富的狱卒 则能很快取下他的眼珠 另外他们还会投放 很多毒蝎子 将犯人脱光 赤裸地进入蝎子洞 随后就会传来犯人的哀号声 最终在痛苦中逝世 解放前的西藏究竟有多恐怖 尸骨被继承法器 血肉拿来祭祀神明 藏传佛教的人皮唐塔 是祭祀时常用的法器 相传它是用整张人类的皮肤 制作而成的 首先会在活着的人身上进行彩绘 然后在人的头颅上钻个小孔 再用工具将皮肤与骨肉分离 接着通过孔洞倒入水银 随着水银慢慢注入皮肤的缝隙中 人的皮肤就会以身体分离 银具有很好的弹性色彩 自古以来深受贵族的喜爱 有许多鲜活的生命 都在残忍虚伪的农农制度中葬送 然而这一切竟持续了千年 一直到1951年 解放军牵着豪牛进入藏族地区 才将这上千年的寄宿仪式提出 当时的西藏没有革命基础 那里的农民对解放军不了解 所以解放军要尊重当地藏民的信仰以及习俗 当他们进入藏区后 有很多士兵都食不过腹 可尽管如此 他们也绝不抓河中的鱼 也不打天上飞的鸟 另外他们还要面对强烈的高原反应 以及恶劣的生存环境 尽管条件很艰难 士兵们也咬牙尖去 过去藏族人民看病困难 他们没钱看病更没钱埋药 解放军就开诊所免费治病 消息传开后 前来治病求医的人络绎不绝 但喇嘛贵族不甘心就此丧失自己的统治地位 于是他们在试图败坏解放军的声誉 还拒绝卖给解放军粮食 甚至还放火烧他们的帐篷 通过恐吓威胁来阻止西藏解放 但解放军也不是吃素的 不给粮食他们就自己种粮食 没有帐篷他们就建造房屋 并在粮食收成后开设粥铺 以解决当地人民的温饱 一些不愿意或不敢来的人们 解放军会主动将粮食送到他们家门口 当粮食真送到农民们的手中时 农农们才意识到 解放军是真来归还他们自由的 他们和那些道貌岸人的喇嘛贵族不同 是真正将他们视为当人的好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 百姓们打消了解放军之间的隔阂 他们渴望能迎来真正的和平 1959年之后 有80万的农奴有了土地 他们终于成了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从此翻身农奴畅想新月章 再也不用因温饱而忧虑 如今西藏以安宁和谐的生活 以及迅速发展的城市面貌而闻名 那里的人民安居乐业 从黑暗到光明 从贫寒到富足 从农奴到民主 这一起的一切 都是新中国努力取得的成果 所以大家应该更加珍惜 当下的和平生活 与此同时 也要深爱我们的祖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